生活中养生,养生中生活,又和大家见面了 肺是人体的呼吸器官,也是人体重要的造血器官 它位于胸腔,左右隔一,覆盖在心之上 肺分叶,左两叶,右三叶,一共五叶 每次呼吸,肺部都会将重要的氧气带入整个身体 尽管肺对于我们来说非常重要 但是很多人不注意肺部的保养 很容易导致肺部疾病或者是呼吸系统疾病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个另肺操 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手握昏裙,龙方的拍打,自己的对侧胸和背部 比如说用右手裙击打左胸 同时用左手裙击打右背部 换手,同样是击打对侧胸和背部 这样左右的交替十分钟 每天两次 也可以一边走路,一边这样锤打 肺是身体的换气机 一切正常的状态下 肺每分扩大和收缩 十二到十八次 频率仅次于心脏 所以说肺部是非常重要的 不能忽视 很多人在最生气的时候 肺部会感觉疼痛 这是因为生气 易会伤肺 人在情绪冲动的时候 呼吸就会变得急速 甚至还会出现过度换气的现象 这个时候肺泡就会不停地扩扎 没有时间收缩 所以很多人肺部就会感觉疼痛 这也是为什么 常有人在生气的时候说 肺都要气炸了 经常的练习 深呼吸 也有助于增加肺活量 还能够起到清肺的效果 大家再看一下后面 深呼吸的动作比较简单 双臂张开 使胸部扩张 用腹部的力量带头呼吸 简单来说 就是吸气 扁肚子 呼气就鼓肚子 保持呼吸均匀 不要吸音 要经常的锻炼 平时要有适当的运动习惯 增加肺部功能 方法非常简单 贵在坚持 喜欢的朋友请记得及时关注 点赞转发 我收场 谢谢